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回事 原来娟子以为她老公会在这一天送个礼物什么的 可一天下来也没接到她一个电话 晚上快十点了才回家 不但晚还喝得醉醺醺的 娟子气不大一处来 觉得她行迹可疑非要看她手机 她老公不让看 她越发觉得有问题 就和她抢 没成想她老公把手机使劲地往地上摔去 好好的手机瞬间就摔得七零八落 娟子不干了 这是想毁灭证据啊 肯定有事 不然怎么连最心爱的手机都给摔了 这几年 七星迅速尚未成了中国的本土情人节 比过214心里有底气多了 看上去是个甜蜜的日子 岂知凭空生出多少幺蛾子 很多人在这一天都对伴侣的手机特别敏感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闹得不可开交 现代人 人手一击成了虚余不可离开的物品 如果有心 你会透过它看出很多事情 比如 感情的好坏 去年夏天 我的腰疼了一个多月 去医院拍片 腰间盘有问题 就是久坐造成的 医生建议我每天多运动 最不济也要走几千步路 我尝试了几种运动 最后还是觉得 走路比较容易坚持和操作 就每天晚上八点左右 和老公去离家最近的共享体育场上走走 有段时间 我迷上了微信运动点赞 为了让大家都给我点赞 我每天把微信运动上的好友 都点了一遍赞 点了一段日子的赞 我发现 我的高中同学 YZ 天天步数都有一两万步 她的老婆 步数却很少 我以为她走路上班呢 就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有几次在体育场遇到她 边走边玩手机 那天低头情形的她 差点要撞到我 我逗她 你是不是网恋啊 每次看到你都闷头看手机 我这么大个人跟你走 碰个头你都看不到 你媳妇呢 怎么天天就你自己啊 她停顿了几秒钟 善笑着说 她怕累 不愿出来 有一次我和她老婆聊天 问她每天怎么不出来走路 孩子住校 她一个人在家 不也无聊吗 她老婆说 陪你再出去就生气 她手机不离手 时时刻刻看着 好像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一样 她的注意力全都在手机上 在家里也是只有一个姿势 举着手机 不停地翻看 夫妻长时间缺乏交流 都不交心了 每次两个人说话都客客气气 简直可以用相敬如宾来形容 相敬如宾这个词 在婚姻中带有很大的悲凉色彩 它代表了夫妻之间 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东西 世上所有的矛盾 大都来自不沟通 我在微信运动上 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虽然部署不一致的夫妻 感情不一定差 但是部署统一的夫妻 大多感情都很好 我的朋友圈里 有好几对夫妻 就像泳子 每次看到她 几乎都是和妻子在一起 两口子最大的爱好 就是每天早上晨跑 我去买早点时 遇见过好多次他们夫妻俩 有说有笑 从外面晨跑回来 其实爱人之间的感情 有时败也手机 有时成也手机 我的读者丽丽 和我说过她的故事 她和爱人是异地恋 两人是大学同学 相爱多年 毕业之后 各自在家乡找了工作 双方父母都不赞成 他们的婚事 可他们谁也放不下彼此 就一直靠着手机 维系这份感情 丽丽说 那几年 两人说过无数的情话 无数的相思 无数的早安 午安和晚安 她换过两部手机 旧手机一直舍不得扔 因为上面 有他们的聊天记录 和通话记录 手机见证了 他们的爱情 后来 双方父母 看他们感情这么好 也不忍心拆散他们了 同意他们结了婚 现在 丽丽和老公 结婚已经五年 感情非常非常好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两个人的手机 却再也不忙了 每天下了班 一家人在一起 陪着孩子玩 微信上经常好多天 都没有几句聊天记录 不是两口子不聊 而是谁 都没有把精力 放到手机上 手机只是 他们的联系工具 再也不用通过它 来传情答意了 他们天天在一起 有什么悄悄话 当面就可以说了 彼时手机的热闹 和此时手机的清冷 都是他们感情 甚堵的见证 感情好不好 手机最值得 我原来住的小区 有一家邻居 男的是那种 所谓的成功人士 有自己的公司 平时几乎很难见到他 偶尔遇见 也是行色匆匆 一边走路 一边打电话 他的亲子是全职太太 之前在外地 一所高中陪读 孩子考上大学之后 就回了家 每天也没有什么事 也不爱打麻将 最大的乐趣 就是坐在小区花园的 长椅上 和邻居们聊天 有一天 我下班从花园路过 那位女邻居 叫住了我 聊了几句 我说起 每次见到他家大哥 都在打电话 女邻居说 他呀 要不不回家 要不就回到家打电话 天天张总 王总 李总的 真烦人 我八卦地问 姐 那平常 你俩在微信上 聊天吗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 微信上的聊天记录 还是十多天以前的 也只有 回家吃饭吗 几点回来 之类的几个简单句式 还有几个语音记录 每次时间 也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他越说越生气 我在旁边一脸尴尬 不知说什么 想起曾经看过一张 不同对象通话时长 上面丈夫给妻子 打电话的时间是三秒 看上去像个段子 其实呢 也说出了很多夫妻之间的 情感状况 其实 女人固然喜欢 口袋装满钱的老公 但是更希望 有一个心中 装满爱的男人 一部小小的手机 里面藏着很多的秘密 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手机是冰冷的 你天天只拿着他 感情也就冷了 家也冷了 世间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却背对背 各自在玩手机 时间应该留给 最值得的人 放下手机 和他聊聊过去 聊聊未来 当两个人的心 从手机回到彼此的时候 婚姻就暖了 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故事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守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